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BalaTalk 跟大家重溫一下 第五個星期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經濟數據 最大最大的當然就是這個一月的就業數據 在美國新增了49,000份職位 不算多,但失業率由6.7% 跌到6.3% 隨著疫苗開始打 再加上因為結束了假期和抗爭活動之後 美國的新增確診數字 每天由最高三十多萬 減至十多萬 雖然死亡數字 每天減中會有三千多宗 有時會跌到二千多宗 都仍然是相對來說是高的 總死亡率已經達到48萬 超過了二戰的死亡數字 整個經濟都是健康的 上個星期也出賣 ISM的製造和服務 都是反映強勁的 向導在當中 除此之外市場焦點轉移到1.9T的刺激方案 究竟能否通過 剛剛通過了0.9T 如果1.9T的刺激方案 總共投放的刺激金額 就去到5.9T 於是開始有人來問 究竟你需要上升多少才算多 又或者會不會已經過多 令到接下來經濟會出現過熱的情況 過熱純粹是一個overall的看法 局部的市場 一些industry仍然是重創 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收復 如果是這樣 可能會製造更多 社會問題都未頂 暫時來說 共和黨就不太合作 那麼多刺激方案 最後可能是 600B至1.9T的中間 一個數字 拭目以待 耶倫出來說話 似乎都是支持方案 雖然他都會關心 未來的貨幣 以及過熱的情況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方面 不是那麼英俊 1月的就業 持續在 12月時 有 53,000份 職位流失 1月 有 213,000份 流失 而這個失業率 由8.8% 亦都上升到 9.4% 表面數據 都是非常之不靚仔 雖然說就說 仍然是recover 而且213,000份 職位 都是兼職 如果計算全職 12月有上升 而1月 都是上升的 不單止這件事 這個 Total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都是 出奇地有0.9% 按月的增長 在當中 油價 如果是利好的時候 某程度上 我們都算是一個產油國 都是利好的 現在油價 到58美元一桶 會不會過60呢 不知道這些是海鮮價的 但是整體來說 油價可以在低位回復 對於加拿大經濟來說 都是正確的 但是當然 全球的油價上升的時候 亦都會令到 比例上年超級變態低的油價 Invasion 都可能會出現一種 爆升的跡象 雖然 比例 Core Invasion 剔除了油價 又未必能夠 在短時間內 有一個回復正常 現在暫時都是低的 例如 美國下星期會推出 最新的CPI數字 按年升1.5% 未去過Magic Target Number 2% 金價 這兩天都升了少少 但是 目前來講 徘徊了1800-1900 這個水位 浮沉沉沉 如果Invasion 是真的會提升的 都有望 令到金價 有少少的上升 在當中 最近 因為讀 Macro Economic PART 2的時候 要研究加拿大的失業數據 以至於 會在 Statistic Canada 下載多少 數字 接下來要做 Assignment 這個課程也挺好的 我不知道是否 advance了少少 以至於 會多一些 去 relate to 最近的一些 社會經濟的 一些事項 然後 就叫 學生 去 有 discution group 來給feedback 他的assignment 亦都是 related to 不單止只是 只是說 theory 只是計算 只是來 學院派 以至到 相對來說 有多一點 學耳之用 在看 Statistic Canada 數據的時候 有一個 挺有趣的報告 說到 這個 在家經濟 原來 自從 pandemic 的時候 很多人 被迫 或者 鼓勵 去work from home 去到4月 lockdown最嚴重的時候 在家 去上班的人 去到41.4% 41.4% 自從慢慢的恢復 unlock 去到Stage 3的時候 9月 那個數字 就跌回25% 但比起之前來說 當然是高很多 然後 隨著再嚴厲少少的lockdown 這個數字 慢慢又升上 28%左右 不過 如果你用 Industry 分割的話 一些 professional人士 Finance insurance 人士 Public administration 即是公職人士 這些 是 About 50% 的人 仍然 都是 work from home 一個 Drastically 大跌的 一個數字 由80% 跌回 40% work from home 就是 老師 教育 界人士 自從 疫情好轉之後 學校就重啟 於是 他們就要 上學 不過當然 現在這班的朋友 又要 找一聲 work from home 但是 Technically 兩日前 所有人 要上學 在安省 居民York region 皮爾區 Toronto 都要 Online 上學 有少少 不同 有報告 講到 上學的人 感染 不大 但是 Tricker 到的感染 就會很大 因為 很多人要接班 放學 做得這些事 你又可能 聊多幾句 順便去 這裏 去那裏 基本上 就不再能夠 Determine 什麼叫 Essential 什麼叫 不Essential 有些小朋友 他沒有中招 沒有 沒有 沒有發病 但回到家 又會 惹到其他地方 所以 未來 再到 Unlock 都帶來 不少家長 群組 的爭議 究竟 什麼 不應該 給不給小朋友 上學 無限輪 已經在9月 討論過 現在又要重新再掙扎 這個問題 當然 有另一些行業 從來不可能 去work from home 例如 醫護 又或者 餐飲業人士 這些 在家的 work from home 的 就從來 不超過 10% 都是一些有趣的研究 亦都真是引證 我們一直已經經歷過 你可以說是 媽媽是女人 但是 用數字 支援 的 Data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 繼續收聽 Subscribe Like 和Share